面对中东局势升温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等等 多个机构的最高级官员签署了联合声明 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实施的暴行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领袖穆斯塔法则是炮轰 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发动了种族灭绝战争 触发人道主义灾难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表明 任何成员国都没有权利 透过武力重新划定领土边界 联合国大会第79届会议揭开序幕 各国领袖集区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 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及其他援助组织在内的 联合国机构的最高负责人 共同签署和发布声明 警告加沙正在上演人道主义灾难 而这些暴行必须停止 各方点明 由于人道救援无法通畅无阻地进入加沙 当地目前还有210万人急需粮食和生计援助 飢荒风险急触急发 更不用说 当地还发生了超过500起针对医疗设施的袭击 澳洲 巴西 哥伦比亚 印尼 日本 约旦 塞拉利昂 瑞士和英国共9个国家 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已经表态 会联手制定保护人道主义人员的宣言 并邀请所有国家签署 巴勒斯坦领袖普斯塔法同几天在未来峰会发表演讲时 也炮轰以色列军方正在发动种族灭绝战争 中东局势持续动盘 作为以色列盟友的美国国父亲布林肯在大会上重申 没有任何成员国就权透过武力来重新化领领土边界 美国国家是努力于领导新的系统 以明天的世界和明天的世界 而不是1945年的世界 但是我们是和我们会 令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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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 像宣言方政筆 play 赛 和黎巴嫩停火 同时维护波克兰主权 和结束苏丹冲突 强调对墙权及空里的世界说不 与此同时 G兰总统佩泽西齐扬表示 联合国作为多边主地的象征 必须其心鲜利 击对战争 歧视贫困和饥饿等全球挑战 联合国大会举办 为期两天的未来峰会之后 星期二开始就会展开一般性辩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